潮州的女生都是 就是特别坚强 对啊 因为从小到大 就已经觉得 我长大以后 一定要做每一件事情 比男生还厉害 如果一个女人 太过勇敢 太厉害的 就是你跟人家相处的时候 就比较硬一点 我今天看到她们那个奶奶 就是想起我妈妈 就是我奶奶一样 就是 真的挺勇敢 就是一个人 就可以这样子 参持整个家庭 我觉得真的厉害 你觉得这个是 你奶奶 关书给你的一个概念吗 就是特别坚强 对啊 所以我就 所以你就变强了一个 相对强的一个女生 可以这样子说 女生一定要好好读书 读书改变命运 我后来慢慢知道 她说的其实是 女生不要被动 一定要选择自己的命运 我觉得 我是非常 因为我是潮州人 而高 骄傲 你知道 可能传统的 中国的潮州家庭里面 男生就是责任很重大 但是我在成长过程当中 我原来自己从小就 植入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我要成为一个 跟男生一样强的一个女生 我说 我去做 越来越来越是 哇 越来越是 勇敢其实不是与生俱来的 它是一种选择 过生活是这样 爱情也是这样